Eting 在学校中发现 在学校都没有 ont了 如果在学校都没有 学校得很感兴趣 我一开始我就看姐姐们 在踢足球 然后就开始踢足球 我妈说你很手一摔就会断掉你的腿 我妈说你很手一摔就会断掉你的腿 我就已经决定了她同不同意我都 她是什么都没问题 我妈说我都不会去了 我都不会去学习 我小孩子在学校里 我都会在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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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和奶奶妈妈一样的生活 我很感谢我妈妈同意了我踢足球 我想对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 最初不管校方还是女孩的家长 各方面都有一些压力 都有些不支持 说的是女孩踢足球要干嘛 后面我们就慢慢地用成绩吧 用表现给她们证明 其实女孩也可以踢足球 让她们从思想上去解放这个东西 她们踢足球也很美 我变得自信了 我没有后悔 因为我越来越开始喜欢足球了 梅尔这些学生 最初我是在体育课长发现她的 练得也非常好 自己也很吃苦 摔倒了还能起来 女孩喜欢哭 哭完还能接着练 边哭边练那种 知道很累 可是我会坚持住 最大的困难就是跑步 每天就是35拳了 每天就是这样跑的 往上面爬的时候 特别感觉特别累 很难出成绩 但是她们是热爱 喜欢 然后从这个足球 去面当中 不怕苦 不怕累的那种精神 还是让我所有所感动 怎么样去赢 怎么样去输 这个队会来对她们人生 都会有很大的动作 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把自己表现出来 这是小小的比赛 输了也不会有什么 可以加油 我没有离开过闪善 希望足球给我更大的快乐 我连再继续 我 等到 多了 我 说 敬恬 好 。 我 打 距离 你看 我 我对他们的愿望就是走出去走上更大的平台 然后去上更好的学校 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更加精彩 最好的愿望我能当一个好的足球员 想进国家队好好踢足球 for many girls football can be a golden ticket they're taking on the uphill challenge though the outside world is still far away they are taking on the down the outside world is still far away they have to don't want to go aw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